大家好,我是Kina,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来跟大家讨论的一个主题是 安平这个东西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或者是有用过呢 因为像我的话,我以前一直都一直以为 这个安平这种东西可能就是 在结婚的时候新娘秘书会为新娘 在妆前保养上面多加的一道程序 然后听起来就是比较luxury啊 然后比较保湿啊,比较丰厚的这种质地这样子 大家知道我的皮肤呢 是属于就是那种敏感型的过敏型的干燥肌肤 所以最近相较于这个化妆呢 其实我对于这个保养的部分就是越来越在意了 因为我发现就是如果不管你妆化的再好 但是你的那个基底没有就是处于一个很好的状态 就是还是常常脱皮的话呢 就是不管你怎么上妆看起来质感还是不会好 所以最近我就开始研究很多很多不同的这个保养的方式 然后就是我也去看了蛮多书的 像这个保拉甄选,大家不知道有用过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我的身体乳 也是用保拉甄选的东西 然后保拉呢,其实它是这个全球知名的化妆品警察 所以他就对非常非常多的这个保养品有做过研究 然后他发现呢,其实像我这种干燥肌肤或者是敏感肌肤 其实光是补充水分是不够的 因为其实是我们的基底这个皮肤间基质 其实已经被可能平常我们被那个太阳光啊 就是照射给就是破坏掉了 所以等于说是你可以想象就是一个装水的瓶子 可是它下面破了一个洞 你不管再多多少水就是灌进去 它一样会流失的嘛 所以我们重点应该是先修复我们这个皮肤间基质的这个力量 让它就是去维持一个健康的状态之后 我们的保养品后续才可以就是比较吸收 那就是修复这个皮肤间基质的这个成分有像哪些呢? 好,像肝油啦,像软磷脂啦,像神清锡胺,还有像透明脂酸 这几类的东西呢都可以有效的修复我们的这个肌肤 好,那其实安平呢不是像我刚才一开始讲的 它就是for这个新娘用的 其实安平这个词呢它其实是一个储存溶剂的这个一个名称 它其实是为了能更好的就是去保持这个保养品里面成分的活性 而开发出了一种容器 所以呢当你的这个保养品的成分呢 它是有效的 但有些它是比较不稳定的状态的时候呢 它就必须装在安平里面 然后再来做这个使用 所以通常我们说安平的使用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通常你打开之后当天就要用完了 最好一次就把它用完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安平它通常就是售价会稍微高一点的原因 就是因为它的这个里面的成分还有就是保持的这个方式是比较优良的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 就是最近我自己在使用觉得非常有效的这个 派翠的极润看不到超级安平 然后呢它这个打开呢 这个一组有七支这个小安平 所以你每一次呢就拿一个来使用 大家可以看到它这个一支啊 就是这样子有没有小小支的 然后呢它这个呢通常 你看我这个是已经使用过的 我剩三分之一左右 这个呢其实通常我们自己平常在上保养品的时候 不会上到这么大的量 所以呢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就是可能一半一半使用 可以分成这个一支就是一天内使用完 然后呢我是你看到它这个滴在手上啊 我会一次大概像这样子一次滴这么多 它这个流动性是非常非常强的 里面就是有我刚才提到说保拉说可以修复肌肤肩肌脂的这个神经锡安 然后它是这个第二代了 所以它这个安平是第二代是升级款的 跟第一代的差异呢 就是在第二代的这个神经锡安是多级量的这个神经锡安 它等于它在外面又有一层保护这个神经锡安的这个成分 让它的养分可以在你的肌肤上就是保持得更好 这样子 然后另外呢它还有加了多重的这个生态 就是可以帮你保持你这个皮肤的弹性啦跟滋润 我很想推荐这个产品给大家的原因呢 是因为我这个人是很很不喜欢就是复杂的这个保养品的步骤 然后也很不喜欢保养品就是用完之后很黏腻啊 或者是那种啊杂的感觉 可是这个完全不会 你看我刚才才涂了对不对 一分钟左右吧 它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就贴合你的肌肤了 你可以感觉到它是吃进去的这个状态 然后它还有第二点就是 因为我会脱皮嘛 所以如果我马上把它擦就是大概两三次 在我的这个脱皮的部分上 然后我在上妆之后呢 越脱皮的地方就非常非常不明显 就会你感觉到你的肌肤是真的有在被修复 有在被保护住的感觉 再来跟大家分享我的这个日跟夜的这个保养的步骤 我是怎么加入阿平的保养的 白天呢因为我的皮肤比较干的关系 所以我早上习惯就用清水稍微的把这个晚上一点的油脂给带掉之后呢 我就会上薄薄的化妆水在这个皮肤上面之后呢 我就加入这个阿平 大概会用一次会用这个一半左右这个量去上在全脸的部分 像我这个鼻翼比较有这个毛孔的地方 还有眼下就是有细纹的地方啊 我会再多做这个加强就是多拍一点在它上面 我觉得很好就是说它不会像一般的这个安平给人家感觉 就是很腻的感觉 就算我上了三层之后呢 它一样就是马上就吸收进去了 所以不然你后面要再加什么这个程序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通常就是这个之后我就会直接上这个防晒乳 然后呢之后再上这个接下来的这个化妆步骤 晚上回到家之后呢 在所有的保养程序之前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洗卸卸妆这个步骤 因为一整天我们在外面有很多的空气污染啊 空气中的一些粉尘什么的 还有你的化妆品 其实都cover在你的皮肤上很久了 所以这个卸妆的动作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卸妆完之后呢 一样我会上化妆水 之后上安平 之后呢 晚上睡觉会比较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 可能就是会有水分流失的情况 所以我还会再加一个乳霜进去 就是让整个这个安平的这个养分呢都保持住 那如果比较干的人呢 早上要加乳霜也是可以的 因为像我看宝拉的那个书 它说其实乳霜并没有限制说 你是早上用还是晚上用 都是可以的看个人的情况去做这个添加 OK 以上呢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最近我的保养的一些习惯 然后还有一些关于安平的小尝试 以及这个台湾的这个保养品牌 派翠的这个安平 因为我自己使用起来真的是非常的自然 然后没有负担 又不像一般的安平给人家的感觉那么厚重 还有昂贵这个真的是一个非常好入手的一个 保养品的这个步骤跟阶段 它有出这种就是one set这种小包装的一盒的 你就可以买这样子 它就是里面就是一个这个凉帽的这个安平 你可以回去使用看看 你整个肌肤状况都非常OK之后 你再去买就是这样子一整盒七盒装的这个安平的这个保养品 所以呢这个安平的部分推荐给大家 如果他有喜欢的话呢 他这个连结就是特价这个连结 我会放在下方资讯栏 大家可以去下方自己去点阅去查看 他的其他更详细的一些成分的一些内容 那今天的影片就分享到这边 然后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把小铃铛打开 下次呢我就会有新的影片就会通知你了 好我是Tina 下次再见咯 大家要好好注意身体 然后最近感冒真的不好 不会很容易好 所以大家记得要多喝水 穿保暖一点 虽然天气有越来越好的情况 但是要小心不要着凉了 好我是Tina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